严寿防癌 严寿防癌 女性患癌死亡率减36% 日本明古屋大学近日在公共健康营养 Public Health Nutrition期刊发表上述研究指 这次研究招募了80,852名 年龄介乎35到69岁的参与者进行研究 其中男性有34,555人 女性有46,247人 分析鱼类摄取量与死亡率的关系 结果有以下发现 研究首先把鱼8万名参与者 按食用小鱼的频率分成以下四组 一、几乎不吃小鱼 二、每月摄取1到3次小鱼 三、每周摄取1到2次小鱼 四、每周摄取至少3次或以上小鱼 在长达9年的追踪期间 共有2482名参加者死亡 其中约60%、1495人死于癌症 研究团队经调整参加者的年龄 BMI、吸烟或饮酒习惯 教育水平、体力活动、三高病时等潜在变因后 发现相比几乎不吃小鱼的参加者 每周摄取至少3次或以上小鱼的参加者 其全因死亡率与癌症死亡率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女性下降的幅度比男性更明显 全因死亡风险 每月摄取1到3次小鱼 男性风险下降19% 女性风险下降32% 每周摄取1到2次小鱼 男性风险下降16% 女性风险下降28% 每周摄取至少3次或以上小鱼 男性风险无险柱下降 女性风险下降31% 癌症死亡风险 每月摄取1到3次小鱼 男性风险无险柱下降 女性风险下降28% 每周摄取1到2次小鱼 男性风险无险柱下降 女性风险下降29% 每周摄取至少3次或以上小鱼 男性风险无险柱下降 女性风险下降36% 多吃4类小鱼 摄取3种防癌营养 研究作者之一 丽元签下博士指 相比过往研究总聚焦在三文鱼 吞拿鱼等中大型鱼类的营养功效 这次研究证实固定摄取小鱼 也有助身体健康 当中他建议可多吃以下4种小鱼 因为这些小鱼至少含有三类营养 有助降低患癌的风险 4种推荐食用的小鱼 白饭鱼、多吹鱼、日本公鱼、小沙丁鱼等 小鱼含有什么防癌营养 1.维他命A 据抗氧化活性能够促进解毒酶的生成 并调节细胞形态发生分化和增殖 有助预防癌症 2.维他命D 抑制癌细胞增殖 促进癌细胞凋亡等途径发挥抗肿瘤的作用 3.N-3多元不饱和脂肪酸 产生脂质过氧化物 增加癌细胞凋亡而抑制癌症的进展和转移 健康生活编辑部 谢谢收看 健康生活关心您的生活健康 请订阅、点赞及转传